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Iris,讓我們歡迎西班牙文老師 你好 那請老師跟我們同學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叫做Jonathan Hosei,你可以叫我Hosei Hosei老師 然後我是從Nichalagua來的,台灣已經住很久了,大概七年 七年了 我是來學電機 然後呢 老師之前是不是有教過西班牙文,再來聚將之前 我有教過大概兩年的西班牙文,一對一 家教,後來才來加入聚將 老師那您是不是約來台灣念電機系 所以其實對於很多電機相關的西班牙文也相當的了解 有了解,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我也可以教 所以有電機系的學生,如果有一些專業的名詞的話 也可以來讓Hosei老師的課 他可以讓你更快的認識電機的西班牙文 那想請問一下老師,您在教西班牙語的特色和您擅長的領域是哪個部分呢? 我目前有在教從發音到B1 發音到B1 的部分 然後呢 學文法的時候 就是我喜歡特別強調 學生的發音 我喜歡學生說很多話 喜歡學生說很多話 然後呢 我也會強調很多不同的方例 然後 是補充很多課外的知識 讓他們可以學得更 理解更快嗎? 對 我喜歡補充很多 可能教材上面沒有的東西 可能不懂國家的說法 或是不懂的 使用這個文法的方式 老師,那您會在課堂上就是分享一些電影啊 或者是西班牙的音樂啊 讓學生就是上課的氣氛比較活潑一點嗎? 我很喜歡學生 跟學生互動 聊天嗎? 嗯 然後讓大家就是不要那個氣氛不要太嚴肅了 稍微就是 開心一點 開心的學 嗯 那想請問一下老師 您覺得在線上學西班牙文啊 和我們一般外面學西語的時候 有哪一些不一樣的特色或細節嗎? 嗯 我覺得在線上學西班牙文很有效率 很有效率 嗯 因為聚焦的教材已經有一個主題 所以我們可以專心學這個主題之後 然後上面補充 所以是我們的教材啊 和我們的教學架構 其實中文已經非常完整了 嗯 這樣學生可以很專心 然後很有效率的學西班牙文 因為每一個主題都有 學好之後呢 你可以這樣 按步驟般的學 慢慢的學 一步一步就學 好 最後想要請老師送給我們想要學西班牙的學生 一句鼓勵的話 我很鼓勵學生們去學西班牙文 因為學西班牙文不只是一個溝通的方式 西班牙文可以讓你了解很多不同國家與社會的文化 然後擴展你對生活的了解 就是看我們 用西班牙文認識很多不同國家的面貌 對 OK好 那我們就期待和老師在課堂中相見囉 同學們 Adiós